本所巡逻警主在8日凌晨30时 在五湖中山路口 发现一部重机车逆向闯红灯 竹鸣敌欲将骑南向 不料该骑士一路闯红灯 且还骑上人行道危险驾驶 随后在五湖凌晨路口 该骑士因人行道上施工受阻 并汽车逃逸 远警见机不可思 赶紧追上 将其南向 询问为何要逃逸 阳南仅表示自己违规 不想被开单 所以才不停 因阳南连续危险驾驶 嫌疑自身交通往来安全 并依公共危险罪逮捕 经代盘所调查时 发现该南一直紧抓手上的随身测背包 远警察觉有意 并对其附带搜索 果然在包包内找到第一级毒品海洛伊 及第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等物品 全案除依公共危险罪征判外 另持有毒品部分依毒品违反制条例 移送高雄地权署征判 本分局对于维护治安的决心 不会受懈 打击毒品 并搭配机动巡逻警主 主动盘查 以打击不法分子 打造安全 移居环境 好